现在正是土豆大量上市的时候,价钱降到了三元一斤,赶紧的买了即可放冰箱中,想吃了随时可以做,女儿喜欢吃披萨,今天路过披萨店,不发奇想,用土豆来做披萨,手往脚乱终于把这土豆披萨做好了。 这款土豆披萨,饼底软糯,馅兴酸甜咸,很可口,有兴趣的你值得一试。准备好材料,胡萝卜洋葱,陪根切小粒,猪肉剁成末,土豆去皮,擦成细丝,加入一个鸡蛋后加入盐,胡椒粉及少量为其鲜酱油搅拌均匀。 另取一小碗打入一个鸡蛋搅拌均匀,不粘锅烧热,加入油放肉末炒出油质为黄色,加入洋葱炒出香味,加入番茄酱,为其煎酱油,少量盐,再炒约三分钟,将番茄肉酱炒好胜出备用。 再撒上胡萝卜粒,玉米粒,培根粒,弯豆粒。最后倒入鸡蛋液,盖上盖子,小火慢煎8分钟即可。